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今袁大人荣生正无品千世 定有不少同僚前来相贺 何去何从 万望斟酌 不挡不争 一心为国 好 你 看看这个 宁愿失守了 更让我担心的不是宁愿失守 而是努尔哈赤撤军 山海关就近在眼前 却能抑制冲动 从容退兵 可怕呀 可怕 这努尔哈赤 再也不是从前 劫掠百姓 毫无策略的乱军了 你此去山海关 定要不忘初心 一切以边关大任为重 大人所言 重唤紧急 末将满贵 叩见九千岁 谢九千岁提拔 今晚特意备了些薄礼 送到九千岁这里 还望九千岁莫贤少 哎哟 满贵将军 咱家看你是一心报国 这才在皇上面前给你美颜了几句 没想到 满贵将军也是个俗人 赶紧收起来 收起来 咱家不要点孝敬 九千岁 这 不用多心 好好的给皇上当差 哎 别辜负了咱家对你的一番提拔 这些个俗物 咱家这用不着 就算咱家赏给你的 拿去买酒去吧 谢九千岁赏 行了 别跪着了 快起来吧 这满贵将军当了辽东总兵 到了山海关 满贵将军将如何处置啊 九千岁放心 咱是个粗人 执意死里儿 谁是咱九千岁的人 咱就好好地给他当开 可谁要敢跟咱九千岁作对 老子就把他脑袋拧起来 给九千岁当野狐 满贵将军可真是个粗人 真够粗的 不过咱家可喜欢这样的粗人 咱家不喜欢那种文邹邹的酸人 九千岁说的是那个酸枝线袁冲换吧 九千岁尽可放宽心 此等酸秀才 在皇上面前撂撂话还好 真他娘的剑了刀枪 非下尿裤子不可 等到山海关 他要是听九千岁的话还好 如若不听 定叫他有去无回 满贵将军 话可不能这么说 都是给皇上当差 可不能公报私仇 到了山海关记住了 好好地辅佐咱家的王乖孙 拆事当得好 咱家在皇上面前多给你美颜几句 谢九千岁 你临行之前 我还要你见两个人 一个是公布邵瞻是徐光启徐大人 另一个就是前辽东精略 熊廷碧熊大人 徐瞻是深安火炮鸟冲之计 对付奴尔哈赤的骑兵 这两样东西必不可少 熊廷碧虽然失败了 经略辽东多年 对辽东战事甚是熟悉 你去拜访他 定不需此行 时间不早了 充换就不打扰了 告辞了 出来吧 人已经走了 总亚 我说我袁大哥为人正直吧 你还偏不信 还非要自己试试 这下事好了 放心了 我说我袁大哥为人正直吧 袁崇幻志向远大 其余千事 只余何止 就不可知了 师伯 师伯 您坐 您坐 坐 师伯 您让我袁大哥脑子不会转弯的人 去赵羽里见人 是不是不太妥呀 好好说吧 你有什么鬼主意 其实呢 让他一个人去赵羽里见人 也不是件难事 但是 连人想问您这样东西 说吧 二百两银子 我一年的俸禄 才六百单糙米 你给我借二百两银子 没有 不借 我就知道你没钱 但是呢 有一样东西 师伯一定拿得出手 什么 师伯 老夫子 好 好好好 去吧 袁大人真是带兵有方啊 公公 请用茶 公公此来 有何指教 恭喜袁大人高升 贺喜袁大人高升 小的今儿前来 是给袁大人您 送银子来的 这卫公公啊 听说这户部 这拨给了袁大人的银子 慢了一天 真是大发雷霆 这特差小人前往户部 是好好地训斥了他们一番 这卫公公可是说了 这袁大人招兵之事 这乃是当今圣上过问的大事 这滋事体大 他岂敢怠慢呢 所以 特派小人前往户部 取了二十万两银票 还没误热 这就亲自给袁大人送来 有劳学公公 袁大人点点数 袁大人 这五万两银子啊 是卫公公特别交代小的 必须要亲自交到袁大人手上 卫公公说了 袁大人刚刚上任 这办起差来 难免有所不便 这五万两银子啊 是他老人家亲自资的 望袁大人能够好好地 招兵 看门 公公 袁某万万不可受惠 不敢违抗圣命 袁大人 咱就别来这一套了 这魏公公 从来送出去的东西 就没有人敢拒绝 袁大人 您自个儿 掂量着办吧 公公请留步 袁某愧不敢当 还请公公 把银子收回去 公公 您请 好 好 好一个不识抬举的东西 来啦 坐 这 小姐 你今天怎么又这身打扮 笑什么 笑什么 难不成 你还不想让袁大人知道 你是女儿身啊 胡说 我这么做 自有我这么做的道理 再想袁重换 还不知道 这位兄弟高姓大名呢 大名没有 小名倒有一个 叫我一点通吧 那我就叫你一兄吧 好好好啊 我问你 赵玉的事办妥了吗 放心吧 小姐你知道的 我胡子给你办事 什么时候出个岔子 我可告诉你 那坛子好久是我世伯 珍藏了二十多年的家娘 我好不容易才骗出来的 千万不能搞砸了 小姐 就那坛子好久 连我闻了 那都直流口水 莫说她少千户 衣服呢 放在老地方了 我说小姐 看平时你办事最麻利的 今天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喜欢上袁大人了 住嘴 今儿这桌子好菜好酒 都是赏你的 谢公子 慢慢享用吧 嗯 站住 干什么的 奉命办差 胡三兄弟都跟我说好了 牢房就在前边 可是说好了 就半个时辰 可不能多啊 放心 钥匙 千万记得 就半个时辰 莫让小的难做 有劳了 废物 你这个废物 千岂 千岁爷爷恕罪 显纯把熊府里外翻了三遍 还是没找到 熊府里没有 那就去赵狱里找啊 我就不信 到底是他熊蛮子的嘴硬 还是赵狱里的那些家伙硬 是 吃 你 你 咦 咦 咦 呢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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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老夫的时辰到了吗 山海关监军袁崇煥 拜见熊老将军 说 找我姓熊的 有什么话要说 熊老将军在下知道 将军阵少辽动数年 努尔哈赤一直忌惮将军的威名 自从将军含冤入狱以后 剑州逆赤又卷土重来 战我城池杀我百姓 重唤有灭贼之心 却无杀贼良策 所以今日特请将军赐教 什么 他努尔哈赤又敢犯上作乱 攻我城池 苍天无言 苍天无言 我真恨我自己当年没牵手宰了他 我问你 你是孙杨的门徒 还是那魏燕的龟孙 是 回将军 不挡不争 一心为光 老天今天终于算是开了眼了 我姓雄的在这牢房里 带了数月 就是盼着能有一位 重掌辽东 平定祸乱之内 来 过来 将军 你既然 问济于我 那 我就告诉你 一个字 人 十元指挥使道 快走 参见渡指挥使 走开 是 还不快将牢门打开 还不打开 启禀大人 小人一时着急忘记了 要是被我放在 看守的房间里了 小人 这就去哪 是 大人请 凯老将军 别来无恙啊 显纯营业造访 冒昧 这想起前世来啊 显纯心里总觉得愧疚 怕老将军一个人寂寞 从那里 我 特来陪老将军说说话 没有老将军 就没有我贤春的金蝶 三年前 若不是老将军那副庭帐软了些 贤春还当不上这个锦衣卫都指挥师 也就再见不到老将军的尊荣了 说到这儿 贤春还得谢过老将军 雄老将军 您这又是何必呢 只要您松个口扶个软 把魏公公交代的事给办了 贤春这里念着前世 在魏公公那里美颜几句 雄老将军轻轻松松从这牢里走出去 岂不是更好 赤老祖爷爷的后爱 朝廷发给寒皮岛在内的东江军饷 共白银四十万两 昨天已如期几发 按照惯例 也是毛帅关于军饷大办不出京城的指令 孙儿们一天不敢延误 趁入夜人静之际 给祖爷爷送来了二十万两 另有东珠 陆荣 貂皮 人参等东北珍宝两乡 还请祖爷爷您亲自查验 不必了 你们都是孝顺儿孙 谁也不敢跟咱家耍什么手腕 是不是 另外这边关的将士们树边守土流血流汗的不容易 以后少给咱家送礼 多给将士们发点 不敢打搭九千岁 孩儿们这就告退 千岁爷爷 都入库吧 是 熊老将军 如今你也怪不到我徐显纯心狠 说白了你我都是人家的狗 兵部的孙成宗和杨莲 不过是在您上任的时候 敬了两杯酒 您又何必当真呢 您把他们当知己 他们未必把您当人看 一副蒸蒸的铁骨 坏在了这里 不该啊 徐总指挥 你不是要问老夫 孙明 羊羊贪污污的罪证 还有呢 纯军剑的下落吗 你过来 老夫现在就告诉你 怎么了 熊老将军想通了 过来啊 尹 鹰鹰苟且 爷爷我三年前没能杀了你 今天竟敢在我面前耍威风 你个畜生 熊廷碧 你真的以为我不敢杀了你吗 大人住手 大人 熊廷碧乃是未千岁亲吻的药犯 没有未千岁的准许 万万杀不得 望大人三四 王庆略亲自相邀我 我满贵真是受宠若惊啊 这杯酒满贵先干为敬 先干为敬 好 满将军 此行山海关 我等同仗行事 还望满大人相辅相携才好 一定一定 这杯满贵祝惊略大人 安康福寿 满大人 酒滋味如何呀 好酒啊 宫廷供酒 寻常人是喝不到的 那我满贵今日 可是有口福了 我满贵 冤崇焕拜见二位大人 坐坐坐 元大人 元大人 酒一满煞 酒到人自食 二位同僚 代饮此杯 不知元大人现任何职啊 经这般拖打 明知王精略请酒 为何连便服都不换就来此 太过怠慢了吧 难道说 王精略请不得元大人播成 辉曼将军 重换现任兵部执方司主事 最近公务繁忙 是从兵部直接赶过来的 所以未经更衣 请二位大人见谅 元大人尽心职守 兢兢业业 倒是本部也疏忽了 老夫疏忽了 我元大哥被人拐跑了 拐跑 拐到西春楼了 我当什么事呢 不必在意 这还不在意啊 我元大哥都被人带坏了 还吃花酒了 真能耐 既是去的教坊司西春楼 也无伤道远 不要多心 是不 那个王蔡金和满贵现在白酒 什么意思啊 不就是想把我元大哥拉下水吗 万一我元大哥喝醉了酒 搬错了事 那 那 不行 我现在就得去 让他们这酒喝不成 你给我站住 你一个姑娘家 跑到教坊司成何体统啊 倘若元崇幻 连杯酒都挡不住 也怪世伯查人不明 见人不当 不过 这京城里的你来我我 还是多历练历练的好啊 历练历练 历练成个酒鬼滑池 看你怎么办 元大人 皇上既已生你为 暗查司迁士 山海关监军 你为何还以主事之旨相称 莫不是觉着 皇上的官封小了 当然不是了 现在重换再经任职 只有去了山海关 才能 以监军相称 嗯 嗯 嗯 哎呀 元大人不必如此拘谨 有时已过 自当时 衙门里困顿多时的同僚们 出来 饮酒听曲儿 松快松快 实在大可不必拘谨 来 二位同僚 老夫今年五十有六 本想安安稳稳地 坐几年太平观 然后一养天年 未曾想为公公举荐 皇上亲旨 领了辽东经略 是非所愿啊 老夫兵不左侍郎 才智平庸 却不得不提领劫之 辽济灯来四地 责任重大 此去山海关 老夫力敢才能不及 还望元大人满大人 多多关照 王大人客气了 元大人是出入京师为官吧 满腹的热血报复 亟待施展 佩服佩服 老夫先前 何曾不如此呢 努尔哈斥以退兵沈阳 你我认上少了压力 否则刚上任就被皇上问责 身败名裂 岂不悲惨哪 王大人 此去山海关 只要我们上下同心 进退得当 我相信剑球之祸 一定会消除 一下关之间 诺尔哈斥此时退兵 其实并不是压力减小啊 而是压力加大 你看看 锦州宁远布满了 努尔哈斥十七万铁骑 兵临山海关 明明是胜利在望 为什么突然退兵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 好了 元大人 元大人 此番话还是留到山海关 再说吧 眼下是京城西春楼 不是辽东前线 今晚同二位大人明说 此去山海关 老夫不求建功立业 只求平平安安回来 说我师尉素餐也好 消极懈怠也罢 还望在任上 我等齐心协力 一团和气为上 不辜负黄恩 元大人 本不愿方才严重了 来 干了 干 干了 如果 你到山海关 奴尔哈士兵领军来攻 你当如何 聚成坚守 绝不迎战 要是 郎大人和满江军 非要出战呢 距离力争 绝不相让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你为人耿直 不善辩通 王精略和满江军的官阶 皆在你之上 你要秉真直言 必会造成矛盾 到时 你罢官是小 我大明官方松懈是大 大人 那重换该做何处置 除了原则上的事情不可退让 其他的能忍则忍 重换记住了 将军 有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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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太极的兵马仅有三千 为何这么多火光在动 那不是皇太极的兵马 你是何人 将军忘了 早在皇太极来之前 咱们西边就有兵马船洞 想必是受了皇太极的金银会友 帮着他们来打咱们的吧 皇太极 陈王在尽皆旨 赐兵部尚书兼幼赴都御史 辽东 济州 天津 登州 来州精略 王在尽 莽袍玉带 臣谢主龙恩 赐精略王在尽 尚方宝剑一口 以示皇上权威 以利便宜行事 谢皇上恩宠 大明的勇士们 朕的将士们 朝廷亲派百万大军出征 就是要让努尔哈赤知道 朕要一举歼灭 渐州逆赤 安定设计 望你们不要辜负朕的赤诚之心 定要平息辽东霍乱 待凯旋之时 朕还要在这里给诸位将军 假官进决 臣王在尽率全体将士 誓死效忠皇上 不如使命平息辽事 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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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尽城里的波云诡诀 暗潮涌动 让初识官场的袁崇焕 产生过迷茫 他不知道自己将会面对什么 踏上背去的征程 一战胸中的报复 隐忍 坚定 不忘初衷 不挡不争 一心卫国 他坚信 谋国谋士皆为设计兴亡 谋人谋士只为秉持初心 与袁崇焕而言 宝江卫国平辽附土 才是他毕生的夙愿 我们进去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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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是 不清楚 义兄 真的是你啊 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 王精略对你挺大方呀 给你分了这么一个大破宅子 这王精略这么做 那自然有他的道理 你倒不生气啊 这王精略叫什么王精略 就叫抠门王 别说他了 义兄 我老觉得你神通广大 你说 为什么围兄到哪儿 你都能 为不先知 先行一步呢 这有什么奇怪的 你们那个抠门王 从京师到山海关 也不过几天的路程 却慢吞吞地走了大半个月 就连城门口那国家老太太 都比你们走得快 这关门之外 可是 血肉横飞 刀山火海啊 你难道真的不怕吗 你以为 就你是个破胆汉啊 王明徒啊 跟你说实话吧 这回 不止我一个人来 我还给你带来只大军呢 大军 真的 大军啊 这大军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大了能成军 小了能成对啊 到底多少人啊 十二个人 再加上我义兄胡三 那是十三个盖侠长老 你可千万别小看了我这大军啊 我告诉你 他们不是一般的人 他们都来自关外 各个精通满文满语 用好了呢 能以一顶百 以百顶千 所以这就叫做 大了能成军 小了能成对啊 拖鞋一雄 笑什么呀 你是不是还是不信呢 看 这难道 是熊廷碧熊老将军的 屯军剑 千万别谢我啊 就当是我和十三名盖侠长老 送你的见面礼 这次来你这之前 我去了趟军营 军队松弛 军心涣散 人人为敌 各个厌战 那些个将士 有的自行打猎 有的开荒种地 有的司法户武 更离奇的是 堂堂朝廷的军队 只要是给钱 人人都能雇佣 你说 这还叫做带兵打仗吗 分明就是开副子做生意嘛 是啊 我也是 为此事发愁啊 我看这寇门王啊 就是想一脚把你踢开 以免扫了他的雅兴 不过这样也好啊 你可以踏踏实实留下来 操持军事 整军备战 怎么了 四贝勒 莫不是前屯卫战时 出了问题啊 正是 依先生的谋划 我以花重金 买通了蒙古的 卓布拉花拉子摩将军 于半月前 便围住了前童未成 半月之余还未攻下 以花拉子摩将军的能力 不该如此啊 是啊 本因为前童未成 旦夕可下 却不曾料想 咱们可是低估了 那个守将赵帅教了 原以为他只是一个 屡次弃城拜逃的小人 支撑不了多久 却不想此次守城 竟苦撑半月 蒙古一万大军 久攻不下 毫无进展 如今富汗期限将至 本来将领是我自己领的 倘若不能尽快拿下前童未成 富汗那边无法交代 我那几个兄弟 也要趁机攻发欲火 四贝勒为大汗 驰骋将长 却尽遭到如此车肘 不该啊 敢问先生 可否有高策助我 怕是道士千言日久 倘若明君前来支援 只会先机尽尽 前功尽弃 四贝勒不必多虑 我想这明君 定不会过来支援 这是为何 这朝廷新委任的王再进 此人乃是个草包饭桶 且不说他看不出 前屯尾的关键所在 就算他看出来了 以他这胆小如鼠的性格 也不敢轻举妄动啊 况且 帮助四贝勒为成的乃是那帮蒙古人 只要明君一动 咱们就可以坐臂上官 渔翁得利啊 没想到先生早料到此策 用蒙古君还有这番深意啊 现在在明君眼里 这个赵帅教早已无信誉可言 所以明君定不会过来帮他 我现在担心的不是赵帅教这个人 我现在来帮他 我现在去世了 我现在去世了